好 那各位呢 您都已經加入我們群組說 你可以把老師拉回來了 那個視窗可以拉回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主要是 要帶各位來做一個Motion Graph動畫設計師 我先問一下好了 有沒有是設計系的同學 相關的同學 沒有喔 真的 都是錄文甲 錄文椅 不小心在下面看到海報 想上來 學校沒有相關的 沒有嗎 糟糕糟糕 這樣我走錯地方了 不是 這個主題來這邊剛好 你知道嗎 就是不會才要 不是相關的才要學對不對 而且 人家學四年我們學三個小時嗎 我先問一下好了 你看下面這個 要你做這樣會不會 會不會有點為難 後面還蠻長的喔 有看到齁 做30秒就已經快天趴下來了 還要做4分多鐘 來 你再往下看 這個 這個的話要跑到這個連接來 喔 no data 等一下 沒有share出來 沒關係 我看下面這個 這個我都偷懶喔 我連我裡面的字我都還沒改喔 有沒有可能你不是相關科技你要做這個 真的有些困難 對不對 對啊 那今天又要能夠做出來 那不是瘋了嗎 那等一下我們會跟科技介紹一下 像這個 我們上次有介紹一個那個 Focus Guide 就是之前的演習的 這是另外一套 這是另外一套 但是它一樣可以輸出視訊 好 一樣可以輸出視訊 好 另外像下面這個 這個也是 所以今天待會 好 你先看一下 要叫你做這些動畫 真的有點困難對不對 很難嗎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這個影音的世代 你們現在看 YouTube 或者是Facebook上影音的部分 有沒有比你看網頁資料多一點點 有嗎 還是沒有 因為你們都用Line Line上面也是有傳那個影音啊 對不對 文字的其實現在大家閱讀量相對比較少 為什麼 現在大家不喜歡看長篇文章 沒有耐心啊 沒有耐心 所以說這個是今天為什麼 要跟各位介紹這個主題的原因 因為大家有需求 但是又怎麼樣 沒時間 所以只好找比較快的方法 比較快的方法 那等一下呢 這個 演習的這個內容 待會兒再介紹 那麼我先介紹一下 因為平常大家都比較不好意思問問題 所以我有準備一個白板 互動白板 如果待會兒各位有任何問題 你就在白板上寫 你應該不會想我寫在那裡 我相信你也不會特別站出來在那裡寫 對不對 都不好意思了 對不對 都不好意思舉手了 唉唷 有人馬上就進來 你害害的 各位 你看 有 你們可以同步喔 這裡 你們進來都是匿名的 有沒有一個水雕 一個熊貓 一個這個叫什麼 歡 有沒有 每一個都匿名的 那 你看 剛剛這個歡 你看我怎麼知道他是歡 因為那個顏色是紅色的 我就知道有人在寫的 有沒有 所以你們現在已經會第一個了 就是用什麼 文字工具 有沒有跟握著一樣 對 文字框 這是第一種方法 那如果你覺得 嗯 這個 好像 太一級 你覺得有人用畫的比較厲害 你可以來這邊 這個工具這邊按一下 有沒有一個塗鴉的 你可以用 另外呢 如果你覺得 啊 我就是有一個問題 比如說 我就是有這張圖片 我有問題 你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直接貼到裡面來 控制加V 就可以貼進來了 有沒有貼進來了 各位 你們跟我是同步的喔 我貼進來 你會馬上看到 誰在做什麼都看得到 啊這是什麼 這是Google的繪圖啊 Google的文件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什麼 大家雲端同步 共同編輯啊 所以現在有一個名詞叫共編 有沒有 其實我們現在 老實講 我們自己工作上現在都是這樣用 你尤其是去到所謂的科技公司 幾乎大家 線上討論 就是要討論什麼事情開會 不只是在面對面的開會 遠距的開會 大家就是同 共同編輯同一篇文章 這樣子的話 所有的紀錄都在上面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好當然如果你覺得 別人佔了你的位置 你可以把它移開啦 你覺得那邊是風水寶地對不對 我就是喜歡在那裡 就把它移開一點點 這樣了解 好 這樣 所以有問題的話 您可以隨時在這邊 就 發表 那我會針對 有意義的問題 我就會回答 沒有的 反正你就繼續玩 哈哈哈 OK 那如果你想用那個 對話的 右上角這裡 你看 有沒有叫顯示即時通訊這裡 你如果覺得用這樣子 或者 不好意思問 你也可以在這裡 大家 用 Line那種方式有沒有 在這裡 寫也可以 像昨天 我們同學 我的教材 我是用佈過文件 同學就覺得這個好好玩 我就想不懂 因為你們Line也在用FB也在用 這裡也沒有貼圖 這個文字 為什麼玩得那麼高興 哈哈哈 所以 這個地方是我們課程進行中 就延期進行中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就可以到這邊 那我們主要的資料呢 會放在這個任務裡面 就是您看到OneNote裡面 上面這裡 有一個任務 有沒有 好這個地方 所以你點進來 我們相關的那些連結 還有資料 我都幫你準備好 在這裡 都在這邊 所以你要看哪一個的話 你就點開 就可以連進去看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有了解了 所以你就點一下打開就可以了 那這裡呢 打開 我就可以看到有沒有誰進來看 現在還沒有人 同學進來看 那我們在右手邊 右手邊這邊啊 你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現場 已經有先幫各位把軟體下載好了 已經下載好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沒有帶隨身碟怎麼辦 你不要再跟我約時間喔 請到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檔案 對不對 所以您如果萬一有需要的 你就自己回家下載就好 那這個呢 上面有一個三角形 你把它打開裡面還有更多 這裡 這樣了解了齁 那另外呢 我們演習的影片 我會放在這個地方 放在右手邊 這裡有一個雲段硬碟 所以 好的 我就會把它傳送到上面去 我盡量就會錄一段就傳上去 錄一段就傳上去 所以如果說 你在我們延期進行過程中 有任何的問題 除了白板 那我剛剛講的那些內容 也可以就是到上面來看 像我剛剛做好的這一段 這一段我就會馬上傳上來 好就會馬上傳上來 那待會呢 你在上面就可以看到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OK 所以我們的資料主要在這邊 那另外呢 如果你想知道老師的 來自哪裡的 你可以到右手邊 我們剛剛講這邊 好有一個 我的部落格打開就會看到 當然如果你要 用關鍵字 也可以找到我們家 你可以用素文老師也可以 好這樣也可以找到 好也可以找到 那我的部落格上面呢 就會介紹比較多 一些就是 可能跟我們教學上啊 或者是像這些免費軟體 好這些應用比較多的 那我個人有經營YouTube頻道 好所以如果你想看其他的內容 研習的部分我會像這樣 我會像這樣整理起來 那麼點進去 比如說像這個是禮拜天去 各位知道我們台中 創科技在哪裡 在現在叫台中科技大學 就中油百貨了 旁邊那個巷子 就是他們推廣教育東西那邊 那我們就玩這個 因為我們上次有 有一個錄教材的 有沒有 像這樣玩啊 像這樣 我們就玩虛擬攝影盆 但是事實上這是上3D的課 那您可以看到就是 錄影的部分啊 我會像這樣就是 錄影的部分 我們會像這樣一個主題 一個主題都會標示清楚 會標示清楚 那原則上 原則上一段影片 我會盡量在5到15分鐘以內 所以這裡有一段不合格的 有沒有 那大部分會在這樣的一個主題的時間 方便各位就是回去 如果你有需要 要看的時候 比較方便去找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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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